握斯德拉上第三章 到了7月,当时住在各城里的以色列子民,全都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兰。 若习达克的儿子耶稣雅,和他的兄弟撕制们,以及沙尔提尔的儿子则鲁巴贝尔,和他的兄弟们,于是下手修建以色列天主的祭坛,要按天主的人梅室在法律上所写的,在上面奉献全凡祭。 不论本地人民怎样恐吓,他们仍在原署重建了祭坛,向上主献了全凡祭,即每日早晚的全凡祭。 按照规定举行鸟像棚节,每天依照法定的数目奉献全凡祭。 以后,献了行上祭,并在月索,安息日和一切足盛于上主的庆日,献了全凡祭,和各人自愿向上主献的自愿祭。 从7月1日起,已开始向上主奉献全凡祭,虽然上主的电与当时尚未奠基。 却将银钱交给作石杖和木杖,将食物饮料和油,供给那些从黎巴嫩由海中将香柏木运到约陪来的七东人和提乐人,传照波斯皇居老师所准许的。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天主殿雨后的第二年2月,沙尔提尔的儿子侧老巴贝尔,若习达克的儿子耶稣丫,和他们其余的弟兄施祭及勒美人,以及所有由冲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,动了宫,派定20岁和20岁以上的勒美人。 个人,监督建签取主殿雨后的工程 耶稣丫和他的兒子们,以及他的兄弟们,阿德米尔和他的儿子们,以及涵达瑰瓦的会逸,同心协力监督摩健筑天主殿雨的工人, 幻有克里达德的儿子们,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弟兄勒美人。 工人们安放上主殿与基础时 施制身穿礼服拿着号筒 阿萨夫的后裔纳美人拿着脑筆 各站在自己的地方 以色列皇达未制定的仪式赞美上主 彼此轮流歌唱赞美和感谢上主的诗歌 因为他是圣善的因为他对以色列的前爱永远常传 同时全体人民都大声欢呼赞美上主 因为上主的电雨已经奠基 许多曾在这地基上 亲眼见过先前的圣殿的老师制 老立美人和老族长 面对这座圣殿 不禁放声大哭 却也有许多人欢喜高呼 以至分不清是欢呼声或是哀哭声 因为民众都高声哭叫 这声音连远处都可听到 这声音连下来也有许多人欢呼 也有许多人欢呼 这声音连下来也有许多人欢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